学会知而不言,因为人多必须,学会自我解脱,因为这样才能自我超越,学会一个人静静思考,因为这样才能让自己更清醒,明白,学会用心看世界,因为这样才会看清人的本来面目,学会放下,因为只有放下才能重新开始,学会感恩,拥有一颗感恩的心,在念境中寻求希望,在悲观中寻求快乐。 坎坷如音符,可让我们生命四格,坎坷可是人冷静,坎坷可遂人思考,坎坷可把人深省,单调的经历总是淡然无奇,平躺着岁月往往作然无味,顺利的人生肯定黯然失色,默然回首的时候,令我们深刻的是那些坎坷的经历,尽管疼痛但回备无穷,不说人短,不思人过,不念人恶, 人最强大的时候,不是坚持的时候,而是暴下的时候,当你选择腾空双手,还有谁能从你手中夺走什么,多少人在安排命运无可难和之际,却忘了世上最强悍的三个姿势,不在乎,人之所以累,是想要的太多,人活在世便有了七情六欲, 情感多了,心也就烦了,缘分,聚散母云,人心,买乱难米,感情,动心伤情,其实没有什么过不去,过不去的只是自己的心,不要在意别人在背后怎么看你说你, 因为这些言语改变不了事实,却可能搅乱你的心,心如果乱了,一切就都乱了,理解你的人,不需要解释,不理解你的人,不配你解释,人贵在大气,要学会对自己说,如果这样说能让你们满足,我愿意接受,并请相信,真正懂你的人,绝不会因为那些有的,没有的而否定你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